Joe Biden最近飛去烏克蘭演講了 在這邊大撒錢 而且這次撒錢的理由很奇怪 是要幫烏克蘭政府的官員準備退休金 還有幫烏克蘭有更多的社會福利制度 我知道普丁最近剛廢除了最後一個跟美國的核武協議 我知道中國官方說習近平最近要去莫斯科 我知道俄羅斯要回復核彈試射 我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好像真的要開始了 但是這些我都不太能控制 我只想要知道 為什麼烏克蘭會變成美國第51個州 還有為什麼我的納稅錢不拿來幫助美國人 而是拿去幫助烏克蘭發社會福利 今天要好好討論一下 保守派是什麼?基督徒又是什麼? 保守派一定要是基督徒嗎?不一定的話 那不是基督徒的保守派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最近有一位變性人在保守派的圈子裡面爆紅 因為 因為他是個變性人 這個作業不是跟左派一樣嗎?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蠢? 今天來好好聊一下 為什麼保守派一定要是基督徒?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有你這個樣子的觀眾在支持著 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 聖經的角度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翻轉這個時代需要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想一起抵抗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加入會員之後 你不但可以直接來支持我們的施工 而且你還可以參加我們的Discord的聊天室裡面 裡面各個地區都有 不是只有在美國而已 台灣有一群人 三藩市有一群人 洛杉七子也有一群人 目前好像人沒那麼多 但是歡迎你們進來 這樣的話就會變得更好玩了 Discord聊天室是只有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裡面我們會有固定的課程 現有的課程是 如何當一個聖經當中的男子乞丐的男人 我們三個人也會主要在Discord裡面聊天 因為裡面絕對都是支持我們的 而且有同樣理念跟價值觀的人 不然就不會當我們的會員 我們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 使用這個平台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 萬一緊急情況真的發生的時候 至少有這些人跟你有同樣的價值觀 絕對可以跟你一起度過難關 特別是現在國際情勢這麼不穩定 所以請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會員則可以去Discord認識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e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烏克蘭原來是美國第51個州 結果竟然是真的 然後這一切發生完全沒有任何的美國人知道 國會也沒有投票 也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程序 或者是民主程序 But it is what it is 就這樣子啊 不然你要怎樣 美國家庭吃不起飯 買不起雞蛋 城市在燃燒 柴油在缺貨 火車出軌 我們的空氣污染很嚴重 水污染很嚴重 我們大城市根本就是被毒品控制的 然後我們的犯罪率之高 然後如果我們用槍支防衛的話 政府會把我們抓起來 因為我們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園 我們的孩子 把暴力犯罪的壞人打死了 中國的氣球讓我們整個國家的安全都出了問題 這些東西 有什麼好在乎的 烏克蘭人需要更多的錢啊 趕快簽支票吧 趕快動用所有美國人強制徵稅 然後全部送去烏克蘭 他們才是我們該在乎的 他們才是重要的 那我們這些美國人呢 真正在付錢給美國政府 讓他們持續運作的人呢 我們被忽略就好啦 拜登剛剛去秘密的訪問烏克蘭 我不知道去那邊幹嘛 歷史上沒有一個美國總統 會去一個戰爭發生的地點 然後是美國沒有控制那個地區 然後旁邊都沒有美軍的 然後我們美國又給了 5億美金給那個國家 他在去之前說了這段話 他們會帶來很需要的 文化的支援 還有食物 水 醫療 保護 還有其他支援 烏克蘭人 除了歷史的戰爭 還有其他支援 在其他國家 從烏克蘭人 這也會幫助 學校和醫療開放 這也會幫助 這些支援 給烏克蘭人 讓他們有什麼 什麼 在他們的手上 這也會幫助 有關鍵的資源 去控制食物 在世界上的食物 各位沒有聽錯 我們美國人的納稅金 現在要去付 政府人員的退休金 還有烏克蘭的社會制度 你在這邊聽到 如果你是美國人的話 如果你不生氣 真的是 我想請問你 你有退休金嗎? 政府有在乎你的福利嗎? 這個不應該只是 共和黨的人生氣而已 那些社會主義革命志士 每天在那邊說 社會主義好 我們需要更多政府補貼 那個應該免費 這個應該免費 黑人應該要得到補償 大學應該要免費 那些一輩子 不斷的被民主黨騙 然後還沾沾自喜的 覺得自己在做好事的人 幫助窮人的人 你們這些左派的人 現在應該已經看到了吧 這些東西是 他們競選的時候的承諾 那些社會福利 當選了之後 就跟你們說什麼 要這麼做 不是這麼簡單的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運作的 對不對 我們還是有這個規則 對不對 但是他們給烏克蘭社會福利的時候 一點問題都沒有 OK 幾十億幾百億美金這樣子給 不用經過國會 不用經過立法委員 不用成立什麼委員會 也不用什麼調查小組 直接就把5億美金丟出去了 一張美國納稅人的財富 堆積起來的黑卡 烏克蘭想刷什麼就刷什麼 如果你是個左派人的話 你應該現在也很生氣才對 因為那些錢是拜登政府選舉錢 承諾要給你的錢 如果你是個納稅人的話 你應該知道聯邦的退休金 應該是要留給在美國聯邦政府工作的美國人才對 結果現在這些錢要拿去給烏克蘭的政府官員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的時候會說 原來烏克蘭是美國第51個州 但是他們拿到的福利更好 他們的退休金社會福利制度 然後一毛美國的稅都不用付 過去這一年已經給了超過1000億美金了 然後他們一毛稅都沒有付 你好可憐對不對 你的存款全部都被通貨膨脹吃掉了 你的401K你的退休金掉了一塌糊塗 股票變成壁紙 然後房子幾乎快要完全買不起了 還有很多家庭連雞蛋都買不起 你不用擔心 政府會保護你 美國會印更多的美金然後送給烏克蘭 這些政治人物根本不在乎你 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我這樣說不是沒有根據的 我來證明給大家看 還記得前一陣子我們報導新聞說 Ohio的East Palestine那個火車脫軌 然後讓一堆有毒的物質洩漏出來 甚至還有E站使用的毒氣在那邊飄嗎 這個真的是一個真正的環境污染 然後以下是拜登政府說的 Pete Buttigieg Rail safety is something that has evolved a lot over the years but there's clearly more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cause while this horrible situation has gotten a particularly high amount of attention there are roughly one thousand cases a year of a train derail 呃還好啊對不對 有事嗎對不對 每年有一千多起這樣的事件啊對不對 我們來透過這兩個新聞標題來看一下 我們的政府面對美國公民的災難 跟國外的災難的觀點 烏克蘭最新禮包獲得 美國佔地補助款高達一千億 對上 拜登政府拒絕俄亥俄州因火車脫軌造成有毒物質外洩的災害補助 當然後來爆出來之後他們撤回了 然後呢給了當地的居民一人一千塊打發去住旅館 但是這是一個真的抬頭 他們一開始真的就這麼覺得的 美國人有什麼好吵的啊對不對 而且完全拒絕FEMA的補助 這些美國的受災戶 說Ohio那個地方 雖然這個火車在那邊燒 然後那個毒氣在那邊那個 然後水都有問題 但是那邊很安全 非常的安全 人間仙境 這裡是Ohio發生的實際情況 所以, once again, would you move? 是, I'm gonna throw another rock right here would you stay here? would you drink that water? would you be affiliated with this? would you bathe your kids when it's bubbling up and it looks like an oil slick? wow look at all that look at it it's all in the bottom of the creek bed watch this just see that chemical pop out of the creek this is disgusting and the fact that we have not cleaned up the train crash the fact that these chemicals are still seeping in the ground is an insult to the people who live in East Palestine do not forget these people we gotta keep applying pressure that's how we're gonna fix this problem 謝謝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還有像Banny Johnson 這個樣子的住在當地的人 發推文說 現在他們的皮膚開始起紅疹 還有灼傷的感覺 在他們的臉上 還有嘴巴裡面 喉嚨很乾枯 因為當地的空氣 品質被污染的非常嚴重 然後有毒物質太多了 人只要住在那個地方 就會有健康的危險 不只是這個樣子 當地的人養的雞死了一片 還有很多人家裡養的貓也死了 然後有一個農場裡面養的羊 小羊一個一個接著死 這些都是當地的美國人 每天在面對的威脅 還有問題 而且這個還只是 眾多災難裡面其中一個而已 不只是這樣 我們原本就有的問題 在沒有任何領導能力的 拜登政府的帶領下 所有的災難全部都擴張 放大變得更糟糕 好像是只要是國內的問題 就一定會變得越來越糟糕 而且拜登的政府 以及兩黨 都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為 我們的貨幣政策 正在把全美國的人民推向赤平 當然我們是在說一般的老百姓 像你跟我這個樣子的 OK 包括我們的邊境危機 犯罪率暴漲 毒品氾濫 墨西哥黑幫的人口販賣 還有幫派充斥著所有大城市 缺乏警力 同時又要刪減警察經費 存在的警力 去做事綁手綁腳的 導致跟那天這個 陳警官說的一樣 那乾脆不要做事 OK 不要去巡邏 真的是有事再去維護治安就好了 我們的政府在所有議題上面 沒有任何的作為 所有的問題的解決方法 就是濫用更多納稅人的錢 還有放棄更多的人民的權利 還有自由 最簡單 而且可以直接解決問題的東西 例如說我們可以把川普的邊境 那個牆蓋完 哦不可以哦 這樣子的話就是種族歧視了 川普的牆 當時預估大概要花到80億到120億 這個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而且是真正可以停止很多 對於美國內部的攻擊 很多左派的媒體在這邊說 這個數字太樂觀了 至少可能要210億 就算是210億 OK 但是這210億真的可以 大規模的阻止人口販賣 毒品氾濫 邊境危機 幫派問題 可以幫助我們的大城市的犯罪率 銳減 幫助美國的城市回到原本健康的樣子 這些東西 政府就說沒有錢了 OK 國會撥款下不來啊對不對 這些能幫助美國的建設 不可以成立 能拯救人命的 能保護美國的主權的 能保護美國人的 政府就是沒有錢去做這些東西啊 對不對 但是花1000個億美金去保護烏克蘭 然後呢 讓他們的政府官員可以發工資 發退休金 保護烏克蘭的邊境 幫民主黨繼續洗錢 讓東歐的這些貴族 跟世界政府的人可以更有錢 那個時候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OK 隨便亂開 現在我們還要付錢給烏克蘭的社會福利計畫 這個是我個人完全無法接受的 而且他們的理由完全沒辦法成立 這個政府完全不在乎美國人 不在乎美國的問題 他們只是要繼續的騙取我們的納稅金 強迫盜用我們的財富 屠殺以及阉割我們的小孩 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撒旦的政府 羅馬書13章 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羅馬書要我們完全服從嗎 很多人刻意跳過第三節 第三節上面說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 乃是叫作惡的懼怕 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 你只要行善 你就可以得他的稱讚 現在我們的政府就是在叫行善的懼怕 整個政府就是在提倡作惡的 變成一個犯罪天堂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其實就是因為保守派的人 不知道自己在保守什麼 我認識很多保守派的人 但是如果他們不是基督徒的話 或者說是是基督徒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讀過聖經 然後對聖經的知識 律法價值觀完全不了解的話 他們很有可能就不知道 他們自己在保守什麼 最近有一個人在保守派的圈子裡面爆紅了 被說成是保守派的 發生的最重要的一個人物 一個變性的Youtuber說 左派的性別錯亂已經太超過了 另外一天我都沒有了 我們趁機尖可能會再發出 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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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是真的 有一些張 你女良純 和女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effrey Stenningerg 在YouTube上面的译名叫做 Jeffrey Star 然后现在很多的保守派 很多的有头有脸的保守派 在称赞他 说他好棒棒 感受出来就是 Enough is enough 够了就是够了 不要再说什么非二元了 什么they them的性别代词了 我看到了这些之后 我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保守派会不断的败坏 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输 因为太多的人没有底线 例如像当时Dave Rubin 一个同性恋的保守派 领养小孩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糟糕了 说真的他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很糟糕 同性恋根本就不应该结婚才对 只要一结婚的话 就是扭曲了婚姻的定义 但是当时的Dennis Prager 这个人我很喜欢 他的很多书我都有买 我每个星期都还在听他的 Fireside Chat 这样子的人都恭喜他 说他领养小孩他很开心 我很难了解的 还有当时的就是Bruce Jenner 出来参选加州的州长 也是很多保守派的人说 对加州就是要这个样子 一个变性的保守派 哈哈你看这些左派的人 你们还能说什么 我们都接受变性人了 OK你们才是真正的 这个Transphobia 这个就是没有方向 没有指标 没有底线 没有圣经的保守派的后果 就是我们会不断的画出来 越来越蠢的底线 只要他们跟我们的政治立场 不用想通有点类似 我们就会妥协了 那现在这个底线就是 变性人很OK 但是非二元性别的人就是很糟糕的 为我们发声吧 对不对 Jeffrey告诉他们这些民主党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恐同 恐变性的人 那为什么会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50年前保守派的人说 OK 女权主义不是很好 但是同性恋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然后30年前的保守派说 OK 同性恋是可以的啦 OK可以被接受 但是是他们自由啦 但是同性婚姻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那10年前的保守派说 OK Come on OK 同婚是OK啦 算是自由的 这个是个人自由啊 选择的一部分 被宪法接受 OK 但是 但是 变性人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然后 2023年的我们保守派在说 在说什么 你猜猜看 叮叮叮叮 正确答案就是 OK 变性人是OK的啊 也算是他们自由的选择 他们也长大啊 对不对 他们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 但是 非二人性别那些思想 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 我们在说变性人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 18到26岁之后 才可以阉割他们的生殖器 变性人是OK OK 但是要等到9岁的时候 才可以在学校里面 把这些性别错乱的东西 教导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这已经是 美国最保守派的州 立出来的法律了 他们在说 性教育在8岁之前 是不能被教育的 9岁之后 任何性教育 这些变态行为 跟手术 都可以帮小孩进行洗澡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输 为什么我们的阵地 不断的在缩减 因为我们不了解 左派已经了解很久的事实了 就是只要我们接受了 左派最基础的声明 左派的底线 这些声明之后 就会变成他们的理性结论 例如这个例子 OK 我们如果接受了男人跟女人 如果是一样的 这个想法可以从70年代开始 可以从50年代 这个女权主义开始 只要我们接受这个观点 变成2023年的 我们变成这个样子 道德沦丧 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试图让这个腐烂的速度变慢 我们可以试图的暂停 或是暂时的停止这个文化的败坏的侵蚀 但是没有圣经的话 这个永远就是一个破口 而且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阻止这个破口继续扩张 现在这个破口 当然不会只停在 变性人是OK的 但是非二人性别代词是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就是连这个思想的人 这个人就是刚刚你看到这个人 刚刚这位Jeffree Star 都已经突破 都已经扭曲了 I don't care label however you want but don't put words in my mouth I do not agree with a few things I'm old school but this new all these 30 terms girl stop stop complicating everything just chill take a hit relax and don't put words in my mouth 听到了吗 yeah Jeffree Star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Mr.Conservative 他将会是美国三十年之后最保守的一个人 我只有在一半在开玩笑而已 30年之后2053年 OK我们的社会会在这边说 你还记得当时那个极右派吗 对不对 那个Jeffree Star 太保守了 太极端了 一点都不尊重人权 如果我们这些人 如果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们不画清楚底线的话 如果我们保守派能留给我们孩子的指示 10年前左派的死 那未来保守派 就会是那个Jeffree Star那个样子 如果我们还没有 因为乌克兰这个战争被核弹轰死的话 圣经就是我们最基础的标准 只要不符合圣经的价值 我们有任何的妥协 或是扭曲圣经的话 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破口 我们就会无止境的堕落 就跟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国政府一样 在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问题 这么多的暴力 有这么多人在被打压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拿着我们辛苦赚的钱 拿去丢给乌克兰 让他们的官员可以发退休金 还不是为了他们人民 上一次我讲到乌克兰的时候 是泽连斯基来我们国会要钱的时候 然后底下就有台湾人那边说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他们的服装 他是辛苦的要援助 他很辛苦 他是还为了国家奋斗 要战争 你是台湾人 如果说什么中共打进来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台湾自生自灭就好了吗 我必须说实话 现在他们的国家在战争当中 请问他们的人民要钱干嘛 事实上他们去商店买东西吗 事实上就是没有任何一毛钱 美国给的任何一毛钱 会到乌克兰的手里 乌克兰就是人民的手里 武器也是北约的 北约也不能去教他们操作 新闻上面有很多的影片显示 那些军人的家人去军备用品店买那些商品 上面写的都是 donation not for sale 这是捐赠的 不可以拿去买 他们拿着我们给他们免费的原物料 还有物资 然后要他们的人民去购买 同时我们这边在继续开支票 给他们的官员 发退休金还有福利金 美国做的还不够多吗 还有当我们的人民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没有援助我们 原因就是 但是我们不断的退缩 我们不断的放弃属于自己的权利 我们懒散了选择让政府来帮我们做决定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做决定的权利 政府就是左派最大的代表 左派就是希望政府不断的扩大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价值观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底线的话 我们最后一定会失去自我 因为破口永远只会越变越大 权力永远不会满足 感谢大家收看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AI News